本影片将介绍内地经认证的经营者,及香港认可经济营运商的货物,在两地认可经济营运商互认安排下,如何享有香港与内地海关所提供的通关便利的程序。 内港海关的互认安排,自2014年9月起,已经全面实施。在两地互认安排下,内港海关提供两个主要的优惠待遇,分别是减少海关查验及优先接受海关清关。 为享有两地互认安排的优惠 香港AEO要先把15个数位的香港AEO编号删去首三个英文字母,即AEO。 香港AEO在向内地进口商或相关企业提供修改后的12个数位AEO编号,以便对方向内地海关做进口报官之用。 内地进口商或相关企业,需指示其报官员,在海、陆、空运货运舱单,即原始舱单数据项或预配舱单数据项的发货人AEO企业编码栏目,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官单的境外发货人栏目中,填写修改后的AEO编号。 经陆陆进口内地AEO货物到香港的时候,企业需先从内地AEO出口商取得其内地AEO企业编码。 在透过道路货物资料系统ROCUS向香港海关提交电子预报货物资料,于ROCUS向香港海关提交电子预报货物资料时,除了输入货物资料外,企业亦需同时把内地AEO企业编码填入第五部分货物资料内。 首先,在许可证编号认证企业编号栏位内,输入内地AEO企业编码。 第二,于发证机关一栏中选取中国海关,即第三,于许可证类别企业类别一栏,选取高级认证企业,或号前AA类企业。 系统就能分辨有关AEO货物。 经空运及海运进口内地AEO进口货物到香港的时候,企业需要求内地AEO出口商,在提交货物资料时,向相关乘运人,即航空公司或船运公司,准确提交其工商登记名称及地址。 乘运人会将上述资料填入相关运输工具的仓单内,以便香港海关做清官之用。 如有任何有关香港与内地AEO互任安排的查询,请透过以下方式联络相关海关人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